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監警會那份專題審視報告 終於千呼萬喚此出來了 雖然全港絕大部份的市民 都不會對於這份監警會的報告 存有什麼期望 佳因這個監警會 本來已經是一隻無牙老虎 再者大家如果有看過監警會的會議 根本上這就是一個撐警會 全部人的發言都是為警察去著想 完全與監督警權的目標背道而馳 故此由監警會這群一憂之樂 到撰寫的專題報告 會寫得什麼出樣子才行 不看就由志可 一看就把幾火 你不寫就比這份報告更好 你裏頭寫的東西 完全就是不盡不實 避重就輕 而且是偏袒維護那群警察 我們翻開其中一章 他就是說721事件 他裏頭就說到 當晚警察到底有什麼錯失 監警會有什麼建議和檢討 他指出警隊有幾個錯失 721當晚 首先第一件事 未有及時收集和整理行動情報 以向警方指揮階層通報並採取行動 以及低估互聯網信息 對推動示威活動的影響 這些就是完全避重就輕 對不對? 說到好像警察事先不知道721這件事會發生 根據現任的元朗區議會副主席 時任區議員麥葉成就說 他收到鄉事派的消息 就說懷疑有些江湖人士收了錢 要移動那些參加員遊行回元朗的居民 在7月20日 已經有很多人去到元朗一家酒樓的樹 商討如何發動這個襲擊 在7月21日的早上 就馬上通知警察 警察當時回覆他 說已經就著事件有部署了 喂已經有部署了 你這個監警員不是白癡的 還說他沒有及時收集和整理行動情報 他已經知道了 已經有人通知了他 而且不止一個區議員通報警方 還有另一位區議員就是黃偉賢 即是現任的元朗區議會主席 他在7月20日收到資料 說有人將會動員準備搞事 他就趕快去聯絡元朗區的警民關係組 警察又告訴他們 收到這件事 將會安排部署了 喂 將會安排部署 原來部署就是全部人都不見了 那你這個監警會到底在監禁什麼呢 你整班人說得好像警察不知情 好像一頭霧水 不是特發事件 擺明是背後有人組織 這班白衣人就去西鐵站搞事 而且不單止這兩位區議員收到資料 當日根本上 7月20日很多居民都收到WhatsApp通知 說7月21日小心點不要亂出街 你不要說得好像突發那樣 凡凡措施避免可能發生的暴亂 這句又說得沒錯 真是暴亂 不過這個暴亂就是由那群白衣人來發動 你有沒有建議警方拘捕人 當然沒有 一尾只有寫字 第三個錯失就是什麼 就是錯失了介入事件的機會 當晚在元朗站內和附近幾次襲擊 都未見到警方到場 招致市民不信任 你這些完全就是不盡不實 沒錯 當晚的確是整晚都沒有警方到場 39分鐘後才去到現場 只不過在這件事件發生的期間 有兩名的巡邏警員走到西鐵站那裡 看到情況發生 跟著調頭走 你沒有寫下去 當時這兩名巡邏警員 絕對是可以走進西鐵站當中 鳴槍示警 一天都光光了 一群白衣人肯定就要鳥獸散 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反而他們是選擇了棄甲衛兵選入 如果這兩名警員 隨便一條走進西鐵站 一下視警鳴槍 馬上所有白衣人就鳥獸散 還留在西鐵站那裡趁 有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 這個不是錯失機會 是主動放過機會 不要說好像錯失了 根本上你沒有找到的機會 阻止這件事發生 好 再者 有些市民跑到元朗警署天水懷警署 一心想著報警求助 他們得到什麼回應 就在兩間警署下閘 不展示市民 求助無門 這個到底是錯失了介入機會 還是主動放棄了介入的機會 麻煩你寫得清楚一點 說得清楚一點 他們就建議 說警方要改善接報到場的所需時間 警員在衝突現場現身 就會令市民知道 自己將會獲得保護 免受傷害 這是和平社會的期許 不要浪費時間 說這些沒用的建議 是不是 梁主席 有什麼作用 那些警察 現在抓小孩 抓示威者 不用一分鐘到場 甚至乎預先報著 對嗎 你說的是有什麼作用 那一晚明明顯放生 明明顯就要任由這件事發生 不會夠其許這些這些監禁會 可以追究這些警察們的負責 ematic官的事實都寫不清楚 有些都膽夠寫 有些都不敢寫 既然這樣 就不如不要 consent 有什麼意思呢 boh 然後有人說過失 當晚社交媒體就著警方當晚嚴重不當行為的全然發酵之際 警方未有即時採取行動平息揣測 那些所謂的全然就是警黑鴨鑿 事實上很多媒體眾目睽睽 鐵證如山拍到警察就是木島有白衣人握著木棍 如果是示威者握著就坐幾輪 這些就叫她握著攻擊性武器 但你們這些警察說明見不到 那這些算是甚麼?這些都不是警黑合作嗎? 還有這個白衣人和警察拍肩膀 警察說那個警員是有充分理由跟白衣人交談的 要指示白衣人回南邊圍 這不是雙方勾結 要不要指示他們回南邊圍?請問 這些白衣人是甚麼人? 這些完全是挑戰市民的底線 這些人連藍邊圍都不想去嗎? 需要你警察去指示他們嗎? 你真是當市民是白癡 離譜 這些報告你寫來做甚麼? 還有他說最後一個個實是什麼? 就是999的報案系統沒有辦法應付到有人蓄意破壞 以及處理不到超出負荷的情況是嚴重的弱點 令到警方沒有辦法應付部分事件 不要說謊 首先來說這個是賭果為因 為什麼市民要大量打999? 就是因為沒有警察到場 你不譴責那些警察不到場 不僅是你去判斷市民 說有人蓄意破壞999報案系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說那個999報案系統 聽不到電話 令到警察無法應付部分事件 有些市民已經去到警署通知他 不一樣不應付 不要說謊 不要幫警察在那裏做遮掌報 有什麼作用呢? 這份報告 出來又沒有法律效力 你有你寫他 有他看 然後警察有警察 繼續干犯惡行 繼續不需要負上任何法律後果和法律責任 那你印這900多頁的報告出來討論 不是垃圾 是什麼? 是不是浪費紙? 還有你這份報告當中提到 自從去年6月9日至2月29日期間 警察在12宗事件當中 一共使用了19塊實彈 涉及13名警務人員 這篇文章說到 警方的大部分開槍事件 都是屬於事件作用 經過管理層的檢視並無違規 報告總結說 警務人員使用槍械的時候 就要保持克制 不如不要寫吧 反正你都說他沒有違規 不如贊上他 獎給他 什麼? 10月1日對著那個年輕人 是中學生來的 你都認為他沒有違規嗎? 那個中學生拿著一支膠棍 要不要開槍這麼嚴重 11月在西灣河那天 又是那個年輕人來的 那個交通境做什麼? 薄紮嗎? 還是怎樣? 好像是升職了 那條爛坦 整班警察都不知所謂 你還想做什麼? 屠城嗎? 還是怎樣? 是不是很威水? 人民銀行當自己是 整班食屎狗 就是不知所謂到極 你現在還說他沒有違規 將來有朝一日 如果這件事件 出現轉型正義的機會 出現一個重新公平審訊的機會 你這班傢伙 包括寫這份報告的人 完全是坐就為虐 不用止意走得掉 告訴你 寫什麼報告? 什麼? 對不對得住人? 對不對得住天地良心? 請問 這樣的東西都寫得出 完全沒有違規 你這班傢伙 小心沒有天裝沒有地災 告訴你 還有這份監警會的報告 還引述警察所說 說在應對傳媒方面 遇到困難 因為大量記者在行動現場 會阻礙警方有效地執行職務 而部分記者更加刻意 站在警方陣線前 分隔開示威者和警方 這個監警會的報告 竟然間建議 警方應該和傳媒共同 草擬一份工作守則 被警員和記者在各自履行職責 亦都能確保各方的安全 這些完全是幫忙去 掀制新聞自由的建議 是不是? 警察經常說 有些是假記者 有些是網媒 你說什麼? 新聞自由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的 如果警察認為 不是 這個新聞自由 只能夠正規傳媒機構的從業員 才能夠享有 一般公民記者、網媒、市民 是不能享有的 麻煩你 要不就修改《基本法》第27條 要不就找一個機構 重新詮釋《基本法》第27條 不要在這裏 不要想借一些 又搞記者發牌機制 在這裏刑制新聞自由 而你這個監警會 又不要作出一些 懶是公正的建議 什麼叫大家談談工作守則 工作守則 不用在這裏談? 而且你警察有什麼資格和文化去談這份記者的工作守則 請問 關你屁事嗎? 這些事絕對不需要駕藏碟屋 是不需要無中生有 既然運作得閒熟的話 就照樣來做 只要記者正在報導真相 反映現實的話 他已經是一個稱職的記者 就不輪到你們警察或監警會指天篤地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